欢迎收看我们的直播看法 那我现在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 就是距离信山4分钟 只有15分钟的车程 而这个地方呢 就是叫Banda Dattoon 那我现在身在的位置呢 就是你们看到也是这边的一个地标新建制 Aon Mall Dattoon 这边一个很大的商场 很多人住这边呢 就会来这边买东西 那待会呢 我们就会跟你们介绍的房子呢 就在前面而已哦 看到吗 登登 那这房子呢 非常的靠近这个商场 可是在我们带你去看房子之前呢 我们先带你去看看一下周围的环境 那有些什么样的设施 摆房 不只是看房子漂亮 而且还要看一下周围 怎么样的一些设施环境 OK 好 那我们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就上车带你们去绕车吧 走吧 Let's go OK Are you ready? 我们现在就要塞上车了 这是我们第二次呢 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形式 因为平常一般直播都是看房子而已 那我们今天就带你绕秤和看一下整个附近有些什么样的环境 那这边其实除了商场就好像很多人买房不只是看商场而已 还有看这边有些什么样的学校啊 还有这边有没有什么医疗设施啊等等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就可能会需要长一点点时间给你看一下周围的环境 这边整个呢叫Banda Dato On是永久地区哈 那这边的地库呢是由一个我们本地算是有点州政府的发展商 算是发展的哈 一共有1300英亩的这么大块的地哈 所以未来还有更多更excited的一些发展哈 那你们现在看到呢前面啊这个商场的后面这一边哈 待会你会经过啊也是我们这边啊算是一个commercial hub 这边就有很多的商铺 那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是属于第二期的发展哈 那如果有朋友们想要投资店铺啊商业店铺 这边的商城店铺啊啊 地点非常好就在商场的对面哈 而且价钱呢也是低于200万以内的了哈 嗯OK 那我们再往前走 可以看一下镜头来看一下看一下我嗨 不直接不要一直看前面看我哈 OK 如果说你们当中我们一路会讲哈 有什么问题的话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哈 那待会我们啊介绍完整个房子过后 我们会有一个Q&A的session呢 你们啊会再会慢慢一一的回答你们的问题了 那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一个另外一个 也是这边的一个重点之一呢 这一个是属于这边附近的一个国际邪校哈 那这间国际邪校呢 是属于全马最大的Ib邪校哈 这一间叫Fairview Fairview国际邪校飞越哈 中文叫飞越国际邪校啦哈 那这一家呢是属于楼佛新山的分校 啊是那这一家比较 其实以前我没有认识这一家之前 那会认识也是在一个机缘巧合 那我一个香港顾客带我来了解哈 那我才知道原来Ib Program在全世界是这么出名的哈 那你看到吗 Ib World School in Malaysia哈 那这边国际学校有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 那他们在这边就读是Ib Program 从四三四岁开始到十九岁都有了哈 啊我们今天只是给你们下一个啊大概看一下 详细的话呢可能你们可以直接联系这个学校哈 获得更多的详情 好那我们现在大概看完学校说到的部分 我们现在再去啊继续往前走哈 啊顺便提一提这个Ib学校呢 呃一般我们传统学校哈 都是啊课业为主嘛这个Ib学校呢 他会比较呃强调我其实蛮喜欢的啊 就是会比较强调是一些啊活动啊 一些啊一些比较教让你一些思考方式的啊 啊啊断念哈 就是主要是在Mindset方面的 还有啊knowledge有几个部分一起这样子哈 啊很难讲了到时有机会的时候 带你去这间学校你再详细了解 那你现在看到左边这一间吗 左边这一间是另外一间学校哈 叫Malaysian College Hospitality and Management哈 嗯OK 所以我们再往前走呢 那这一个方向哈就是会去到 其实直接就可以去到我们的EDL Highway 那EDL Highway呢也是啊 就是可以直接通通往到新山的市中心了哈 那从EDL Highway这边去到新山市中心 大概也是15分钟 那如果你要下室乃国际机场呢 或者是去到吉隆坡通过南北大道的话 也非常的方便 那那个EDL就是直接连接到南北大道的了哈 好 好 那这一说到达东这边啊 那附近如果说除了下中心 市中心方便以外的话呢 其实如果这边你开车10到15分钟 你可以去到Austin High 那边有IKEA 有Toppen商场 还有Tesco 还有很多的那些卡拉OK 吃喝玩乐 Austin High那边都有了哈 所以其实它的位置 这位置还蛮方便的 就是在蛮中心点这样子 那很多呢 那除了本地人以外呢 这边其实也是吸引人蛮多在新加坡工作的 那因为他们每天晚反的话呢 这边去EDL非常的方便了哈 好 那我们现在就是再往前去走的话 就会带大家来看一间这边也是最新最新开张的医院哈 那OK 待会我会给你们看我右手边的哈 右手边 现在只是给你们可以看到 等一下我们会弯过来 这个就是也是接下来 明年预计将会落实的Riverside 这边将会很多一些F&B 一些吃喝玩乐 当中其实已经有很多确认的Denis 比如说KFC啊 Pizza Heart啊 还有像Texas Chicken 还有Marie Brown 苦闻茶 通通到时都会录注在这边哈 这个将会是一个崭新的一个商圈 一个算是主要是以饮食为主的啦 那你们现在在看着他在做Under Construction 一个Fry over 那当时就是这边的他路连接 就会更宽敞一些了 更顺畅一些 好那我们下一个点就是到这个 前面你们看到一个建筑吗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准备要过去的 OK so 这边除了 OK 这边除了就是 如果说小型的一些诊所的话 当然如果说到要更大型的话 你现在看到这一个哈 这个就是KBJ医院啦 KBJ专科医院 那说到KBJ的话 大概给大家一些简单一些概念 KBJ集团 在全马其实算是蛮出名的 有超过去所知 应该是有20多家的医院啦 那单单新山就已经有好几家的专科医院的啦 是属于蛮出名 sorry 打错 蛮出名的一个医院啦 那这一家呢是新山最新 刚刚投入运作的一个医院 叫KBJ.ON 那我们现在也是给大家看一下 看到吗 左手边这一边呢 是一个算是Sport Complex 一个Complex 那里边左手边就有一个游泳池 有足球场 那如果小朋友你们或者周末 想要带小朋友来游泳的话 里面没事 就是说你可以带他们过来这边游泳啊 玩水啊踢足球等等啦 那右手边就是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KBJ的EM 整个的design很新哦 看起来很modern 所以相信应该它的里面的环境设备啊 全部都蛮蛮不错的哦 我们现在给你看一下它的lobby 我们都比绕一千一下 看到吗 哇 KBJ.ON Specialist Hospital 刚刚才投入运作啦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 车辆还没有正式很多 看到吗 整个里面的感觉都很modern哦 嗨 嗯 所以如果住在这边的朋友们呢 那如果你也不行 又不太担心 关于医疗方面的问题 特别是有些长辈 如果说你需要看医生 那就可以过来这一边 你可以刚才看我们从刚刚过来 来到这个KBJ也是大概是五分钟的车程 这样子而已啦 那我们现在又要倒回去 我们现在的房子的房子的那个地区啦 所以其实我们这边过去 大概也是五分钟五分钟左右的车程啦 所以如果这个医院这边往左手边 就是刚刚我们跟你说的那个KBJ医院 就在那边而已啦 哎 sorry 不是KBJ 就是那个EDL Highway 嗯 左手边你这边出去 就直接到EDL Highway的路口了 往右就是去 往右手边就是去吉隆坡施奶机场 往左手边就下新山市中心 还有直接进新加坡都OK 但是目前因为疫情关系 整个新加坡的边境 新上边境暂时还没有开放 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们今天才做直播 让你们看一下这边的环境设置房子的 那这个地区其实真的太大了 1300英模 你可以想象到底有多大吗 所以刚刚刚刚刚从那个AirMod商场来到这边 你就可以大概测试五分钟 还没有包括待会我们去到屋子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未来这边陆续还会有更多的发展 所以你看到现在目前也是在Under Construction 这个Fireover大路也是将会加宽 因为这边的需求越来越高 所以这边的Infrastructure当然也要将对的提升 对不对 所以一个好的地区呢 你持续就会一直看到它一直有持续性的发展 那未来才会有一些潜能跟增值空间 那前提当然也是要整 这个就是Riverside 就是刚刚我跟你说的 预计可能明年将会完工落实的 整个这边都是有点像独栋 或者是半独栋 那个双聘的一个semi-detached的一个店铺 商业店铺这样子 到时真的这边你可以想象一下 哇这些Merrybrow Texer Chicken 阿库恩X KFC啊 这些等等 还有其他一些饮食店面都进来的话 这边你可以想象整个非常的热闹 这边其实就是叫Viverside Bandada 就是河半三圈 对河半三圈 没错 那你看到吗 我们又回到了刚才我们来到的地方 就是Malaysian Cottage 还有那个Fairview这一边 主要其实就是为了要给大家看一下周围的环境 我们今天才会特地这样子 游一圈看一看 平时如果直接看房 你一定要直接回到家的话 那你就不需要这样游灯 你就是从刚才的路口 你现在就可以开始计算时间 从一定要来到的那个房子 大概多长的时间了 刚刚我们说五分钟 不要相信我 你自己开手表自己计算一下 那我们现在又来到了这个商圈 那个Commercial Center 就是刚刚有提到的三层店铺 的第二期发展 第一期发展已经有店铺 一些部分的店铺已经入住的了 前边就是那个AirMall的商场 好如果这边这个Dato On地区呢 一定要进来 这个就是Dato On 为什么这么这边很受欢迎 就是主要一定要一进来 就是这个Dato On的了 所以呢还蛮多人 其实喜欢上这一个点啦 ok 那除了这个点以外呢 另外如果你再待会儿 我们的那个社区方面再往直走 里面直走 你就去到Sendal City Austin Sendia In Da 那边整个都是华人的社区商圈 然后有很多的Food Court 华人单口 还有很多的餐店商 都非常的靠近 所以呢就要找东西这边吃很多很方便 来我们现在就过去屋子的部分了 ok so你看到吗 AirMall就在我们这一边咯 所以现在你看啊 你自己上哪 从AirMall如果去到这个我们的屋子 大概需要多少的时间 5 4 3 2 1 没有这样快啦 没有这样快 可是你看 ok现在看到了 左手边 我们看左手边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要卖这个房子了 待会儿会跟你介绍 那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左手边的话 我们打开窗口看一下 左手边这个房子呢 就是我们现在今天要跟大家隆重推荐分享的 那这一个有分为第一期跟第二期 那这边的房子呢 有分为第一期跟第二期的发展 第一期也就是你们刚刚看的都已经目前交房了 已经有居民可以入住的了 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属于第二期的发展 那这第二期的发展呢 预计也是在明年年尾将会交钥匙了 那明年年尾你就可以搬进去住了 那另外一个重点前面看到吗 这一边哈 从我们社区走路过来 这边就有一整排的店铺 那里边呢 有Food Court 有Laundry Show 有五金店 有便利店 还有幼儿园等等一整排的店铺 然后另外那边右手边 你看到吗 也是新要准备在建策的一个新的商业店铺 所以你这边走路过来 就可以解决你这些一些生活基本所需 所以还蛮方便的 对不对 那刚刚我就说了 如果你这条路在直走往前走的话 左边是16线 右边就是Satia Enda 所以那边就很多Food Court 很多东西吃了的 所以这个地区呢 就非常靠近 你要去吃东西很方便 那你要去新加坡 要出去下次中心 或者是啊 对边啊 往去刚才EDL的方向都很方便了 所以说这个社区就在我们的左手鞋 对面这边走路就可以到的咯 OK 来 先看一下 这个整个社区呢 都是设有24小时的保安围里社区了 我们现在戴上口罩要进去了 所以如果左手边呢 就是你们居民的话 就会有一个access card 如果你不是这边居民的话 你就要在这边注册咯 哈喽 agent 啊 show house at the start Thank you Hi Thank you OK 那因为我们是这边的啊 指定的代理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这样就是已经注册的了 那你现在呢 你看到左边跟右边 这些都是我们这边的示范物 因为这边有很多的款式了 有2070的 有2470的 那还有最大款的牌楼呢 是26成70的哈 2070跟2470的 对不起 都已经卖完了哈 特别是这边2070 当天第一天launching就卖完的了哈 所以我才说这边的地点 这边的房子哈 都非常抢手了哈 那今天呢 剩下的啊 也是很limited addition的 一个非常在心上很少数 这么超大的排行牌楼了哈 那我们现在就来到这个牌楼 给大家看一看一下 这一款牌楼是属于超大型的牌楼 那我们现在下车看一看 走吧 Let's go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看三层牌楼先哈 那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呢 是属于第一期的部分 所以你会看到这边会有一个小型的公园了哈 但实际的位置呢 因为因为这个是示范单位嘛 所以我们看了示范单实际的位置的话 实际的位置的话是在还在建筑当中 再往前走一些 走吧 那你现在看到这一款外形吗 这一款的外形 来我们先进来看一看 登登 来吧 OK 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登登 这个是超大型的牌楼 怎么说超大型 因为一般平时都是二十二十二或者二十四对不对 二十四的都已经很大了哈 那这一款从那道墙到那边是有二十六那么宽 那长的话一共是七十了哈 所以非常的宽敞哈 那这个因为是脚头算是有带空地的单位了哈 所以旁边你还会看到有一些的空地 花园空地了哈 但是如果中间标准的单位的话呢 只是到这一条线为止了哈 那隔壁就是你的邻居了哈 如果是中间标准的单位 所以如果你想要有空地花园空地的话呢 呃这个价格当然就比较稍微贵一点了哈 那他每个空地都不一样 我们现在话不多说 就给你看一下我们的这边的交房标准了哈 可以 OK 来我们进来看看吧 登登 这一款的面积呢大概是两千六百多 所以进来整个非常的团长哈 那这边 对就是客户的部分啊 然后后面也是可以油茶的部分 那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 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每次哈 你们外面出来回来是不是 每次都是很很紧张 尿急要保障会上厕所 对不对 这边呢就已经特别设计了一个 能力上厕所的部分 那你就可以在这边 很舒服哈 那这边一共呢 是有四加一的房间 用五间厕所 那这一间是其中的一间 那这边呢也是一个 那这边呢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呢 那这边就有建设成一个天井软台 可以打开 那你就可以在这边种花啊 种菜啊 因为这边是直接啊 有一个阳光紫色的 那甚至如果你可以把它设计成一个 呃 鱼池 如果你喜欢养鱼的话 就不需要喊鱼干嘛 这边就是鱼池 在这边花 撒那个鱼池料 那这边还有鱼花 OK 就可以坐在客帝 或者坐在房间 看着你的欣赏你的鱼 那喜欢 如果球花有喜欢长久的话 那这边可以坐在一个呃 酒花柜台 帮你的红酒 好 那我们先去后面看一下 这边还有另外一间客房 哦 我已经锁住了 待会我们去给你看一下示范物 有一间份房 接着你爸爸爸爸睡 不需要怕楼梯 那这边就是厨房的部分了 那这边里边就是一个厨房必厨 这边洗碗 那这边后面呢 就还有一个stor room 啊 这边还有 你可以打开呢 在这边放你的洗衣机 在这边洗衣 塞衣 那标准的单位就是到这边 那后面呢 当然不是花眼这样子 后面是马路了 所以是已经fully extend 你不需要再花钱再扩充了 但是实际交房标准的话呢 会有一个半墙 半高的墙这样子了 好 我们现在 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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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厕所呢 墙庄也直接上到顶 然后 那边都有马桶这些 我们 这边交房的标准 都是会有点这些马桶啊 地砖啊 这些都有的 好 那我们现在 上楼 上楼给大家看一下 那这边呢 顺便提一下 如果刚才那个stor room 复够用的话 这边还有多一个stor room 你们可以再放更多的东西 好 我们现在上楼看看 那楼上呢 部分的以上到来楼上 你就会看到现在 就是我们盖彩楼下 看到的片子 片子 你可以在这边打开 这边可以打开 可以 你可以在这边来 那如果你想象地猛虎的话 你还可以在这边钓鱼 免费丢点钱了 好 那你看到这边是楼上的客户 这个部分非常的大 所以你可以在那边打XBOX 打GAME 跟小朋友 跟你的孩子 在这边 或者是如果你觉得 你需要更多一间房间的话 你这边可以隔成一 分多一间房间出来 都蛮大的 那这个是因为 如果是角度单位的话 才会有一个小园台 那如果是中间单位的话 这边是一个墙壁 一道墙 那楼上呢 一共有三间房 每间房间都有最努力的厕所 左边右边都是客房 这边就是客房 那客房这边就是自己的厕所 同样的厕所 也是直接常到三道点 好 另外一间客房 大家看一下 这间客房 呃 角度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大妹啊 一道墙 然后有自己的厕所 齁 好 那我们现在 看完的客房 我们现在就去看 重点的主人房 来 Let's go 登登 这边就是主人房 所以这边主人房的空间还蛮大的齁 那如果有角度单位的话 它就有L shape的一个阳台 所以 也是其中一个重点啦 那如果说你是中间的单位的话 这边也一个阳台 你的阳台在中间 那这边就是你的主厚室的厕所 那主厚室的厕所呢 空间也稍微更大一些 花嫂啊 法桶啊 等等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客厅 这一个就是小阳台的部分啦 哇 还好今天天气不错哦 嗯 前面有这个 刚好可以看到这边的游乐园 这边的公园 然后小朋友就可以带 带他们去公园玩一玩 那看完这一款 我们现在下楼去看一下 那个私房屋好不好 这一个是交往的标准 所以你看到的就是空空的 那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下 每一类的 走吧 那在新山如果说 假设比一般新山的很多 因为土地的长长不高嘛 所以现在很多发展 就是叶建叶小 价钱偏贵 但这一个是很大 所以你在新山很少看到 现在在整这么大的一个 台咯 双层台咯 好 我们现在过去看一下 走吧 对了 顺便要跟大家提一下 因为这一个是属于个别地气嘛 所以如果你买的标头单位的话呢 那这边空气是属于零的嘛 如果你想要扩充 或者你觉得刚刚阳台太小了 你想要extend都ok的 好 那我们现在给你看了 看完的教房标准 我们现在就看那个示范 示范样板盘 at least给你一些idea 要怎样去设计你的房子 当然每个人的品位可能不太一样 那这个是一个参考啦 登登 所以客厅用餐 然后天井的设计 这边他们是可以摆放椅子 在这边享受生活 那后面呢就有客房还有厨房的部分了 那在ok 我们现在就大概给大家看一下就好了 因为整个格局其实跟刚才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这边是有了装修跟架式的部分 所以看起来至少有个概念 那说到这边 很多很多外国的朋友们都会问说 你们这边有没有什么白楼 可以介绍的 因为牌楼一般都低于百万以下 外国朋友都不能买 但是这一款的牌楼呢 它价格虽然是低了百万以下 但是外国还是可以买 而且这个价钱相对非常的 算是蛮合理蛮便宜的 那我们先继续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待会 待会Q&A的休息 我们再一一跟大家解释 这是房间的部分 所以另外一间客房 空的感觉跟家的装修设计的感觉 又不太一样了 对不对 好,收圆台 那看完了这一款呢 我们现在接下来再带你们看多一款 这款 如果你们觉得这个空间还不够大 想要更大的 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的是 半独立式洋房 也是双层的 走吧,Let's go 半独立式洋房 半独立式洋房的话 是在对面刚刚我们从保安器进来 所以待会我们要 稍微开车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了 来 我们先关门先 OK,所以我们现在就开车去看一下半独立式洋房吧 走吧 所以这个外观还算是蛮不错看 而且重点是很大 那价钱也算是不会太贵 OK 走吧,我们上车吧 这边带你们看看 周围附近已经建好第一期的那个 第一期的那个房子 我们绕一圈看看 你们现在看的 我们现在是去看半独立式洋房 你看到右手边就是 上面比较小型的排楼 OK 那这款半独立式洋房呢 有两个款 也是一样 土地面积是一样 是40x80的啦 但是它的建筑面积呢 跟里面的设计 就有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那我们现在来的这一款呢 是它的建筑面积是3032平方尺的 好 对面那一款的话就是3200 稍微大了一点点 我们现在去看 看这一款吧 走吧 真的好 我们要去那边 看到吗 这边就是2710 之前想当年 一天就卖完了 也不是想当年 就是去年Leonqing的时候 就是一年前的事情 这个就是半独立式洋房 刚刚我说的所谓的40 就是从这一边到旁边80 sorry 那个是脚头单位嘛 所以屋子就大概是30尺 空地就有10尺 所以这个房子看起来很大 对不对 那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一款 就是它的建筑面积平面图 那如果你们想要那个平面图的话 你们可以在下面跟我们联系 吼 来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一款 Eveen240 40 20 20 20 这一款的建筑面积 那这一款的建筑面积 就刚刚所提到的3032平方 所以很大哦 那它的设计这一边就是进来 有房间 有厕所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间所谓的 长辈房 楼下都是方便是和妈妈 爸爸妈妈 不需要爬楼梯了 那其中我喜欢的一个点就是这个 他打开窗口就直接可以 哎哎哎哎哎哎卡住了哦 哎呀 OK 打开窗口呢 就可以直接通往到户外的公园咯 哇 很爽很棒 对不对 所以半独立式洋房 跟排流感觉就完全不太一样 而且每一个单位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sliding door 那连接到户外的公园咯 那厕所呢就是刚刚你看到 啊其实房间这边就可以连接的啦 登登 我们就可以直接通往厕所了 啊 来我们看一下客厅的部分 那这边是客厅的部分啊 啊 当然原则标准的话这边是不是一道墙 就是空 open的哈 所以你可以给他做成电视放在这边躺着大家家人聚 聚会的地方啊 那用餐的部分是在这边 那这边也是其中一个喜欢的点的就是他的后面这边 整个就是也是sliding door的设计 登 登登 就可以连接到后面还有旁边的一个公园了 哦也是卡住了哈 所以呢 这边你可以看到到吗 整个彩光非常的明亮哈 哈 所以感觉很凉爽哈 所以所谓的半主力四摇板就是旁边有空地 后面也有空地 哈 就是属于你家的哈 如果说你觉得想要扩充都ok的 那这边就做成你的厨房 干厨房 做成酒吧柜台 那后面呢就是你的四厨房的部分了哈 那这边四厨房就给你煮饭炒菜的地方 那刚啊 哈 后面呢这边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天井设计 然后这边你可以在这边死衣啊 塞衣啊 这边有一些小小房 就是 如果你家有新嘎嘎的话 这边就是你嘎嘎的房间 那嘎嘎很辛苦哦 那是自己的厕所的嘞 那总共其实你刚才看起来 楼下就有一家一 一家一的房间 有两间厕所 那整个整个房子呢 一共有五家一的房间 所谓家一就是嘎嘎的房间 然后六间的厕所 所以很多 很适合比较大家庭的朋友 那我们现在上来楼上看的话呢 那你会看到楼板 楼上的部分 从楼梯到楼上 整个都是采用木制地板的那个flooring 来我们来到楼上了 所以我很喜欢木地板 因为质感很好 这边一层就有四间房 每间房间都有自己的厕所 这边两间房 那前面待会有两间房 我们看一下房间的部分 来 那房间也是有自己的小人台 还有自己的厕所 那这个是样板房 所有的装修设计 都是不含在这个房子里面的 但是就是给你一个概念 怎样可以 怎样可以装修 怎样的一个设计 那这个呢 是另外一间客房 同样的也是一个小小的阳台 那你可以打开 看看外面的风景 那这边就是厕所了 好 我们现在再去看前面的房间 那楼上虽然有四间房的 但是他还是不忘了 有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小客厅 楼上给一些小朋友 这边休闲的空间 这边同样的也是有一个小小阳台 设计还算OK 那这边就其中另外一间客房 同样的 有自己的独立厕所 而且还有窗户 那现在呢 就去看重点的主人房 就这边吧 主人房啦 主人房一样 这边就直接去到 外面的一个阳台 所以一样刚才有提到嘛 如果你觉得阳台不够大 那你叫S10都OK的 前面就是我们的Guard House 这边整个酒区 进来的保安围里 都是必须要在这边登记的 如果你居民的话 就有自己的SS card 诶 主人房的厕所在哪里啊 登登 这边啊 这个是设计成一个隐藏式的主人房 登 女生喜欢的walking wardrobe 终点来咯 这个主人房有buff up 哇浴缸咧 还有很大的wasa 哇 OK 那今天跟大家介绍房子的部分 大概是这样子啦 当然看你们是讯息是想要找牌楼 还是半独立式洋房 那现在很多人都觉得 诶现在疫情啊 行情都不好啊 还有这么多人要买房子嘛 那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疫情不好 所以可能你认同发展上 那可能就会给更多的促销 来吸引你们来买对吗 所以如果当如果那些啊 你们已经ready准备要买房子 那这个时候你们觉得 是不是买的时候 会省到更多的钱 预发展上给优惠嘛 那更多关于这个优惠配套 有详情的话呢 那我们下一个环节 Q&A session 就会跟你们关一讲 这个到底有极够力的promotion啦 特别是今天要跟你们分享这两款 真的太兴奋了 那我们现在闯一闯口戏 待会就来跟你们解决那个 把价钱跟promotion的部分 那如果海外的朋友 你们想要了解 关于更多的买房程序的话 我们是呃 这个后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们再一一的回答大家的问题了 好不好 好那我们稍微见